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勒索病毒软件想哭 肆虐全球 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博赛特周一透露 迄今波及全球约1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万台电脑 但支付黑客的赎金就少于7万美元 在周一的上班日 亚洲多国也由企业和政府部门电脑遭殃 而英国就没有遭受第二波攻击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前不到48小时 白宫宣布派代表参加峰会 代表美国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 为美国总统特别助力 白宫安全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 他在一场关于设施联通的分组讨论上发表了三分钟的讲话 肯定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经济联通的目标 并分享美国在全球进行基建的经验 他表示美国企业能提供落实一带一路项目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美国企业也做好了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准备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企业共同成立了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 作为协调中美基建合作的平台 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加大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力度 有媒体评论称美国与会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象征性的背书 加州政府计划未来六年内拨款超过2.2亿美元 为居民更换符合联邦政府真实身份法案要求的新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带有特殊标记的新证件将在明年1月2日发放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 国会通过了真实身份法案旨在加强机场安全 要求全美各州从2005年开始执行 并在2008年前全部实施新法 特朗普执政后将执行法案的最后期限设定在2020年10月1日 此后搭乘飞机的美国居民安检时 必须使用更新过的驾驶执照和身份证 或美国护照及其他被联邦交通运输管理局认可的证件 新ID除了要求申请人提供比以往更多的证件 包括出生证明或其他出生证明的文件 两份居住在加州的证明以及社会安全号码等 还安装了存储所有个人信息的芯片或词条 另外申请人需本人到车辆管理所申请新证件 网上或邮寄均不接受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富国银行近日再报丑闻 代表富国银行客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近日向联邦法院旧金山地方法庭提起了诉讼 法律文件显示 在过去15年间 该银行未经顾客同意 私自开设了约350万个账户 这个说法来源于合理基础上的推断 包括公开信息 谈判结果和经确认的发现 富国银行发言人回应称 350万个账户的数字 仅是律师事务所的假设 且未经证实 没有真正反映这批账户的真实数字 旧金山地方法庭将于5月18日 对此案首次开庭聆讯 2016年10月 富国银行被报虚报营业业绩 未经顾客同意或执行 撕开借记卡和信用卡账户约200万个 擅自转移顾客资金 甚至伪造电子邮箱 开通网上银行 收取因此产生的费用 富国银行因此被联方交费者金融保护局 和联邦货币审计局等机构 罚款1.85亿美元 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普夫辞职 5300多名员工被开除 昨日晚间2017年美国小姐选美决赛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落幕 来自首都华盛顿的家里卡拉麦卡洛摘取了美国小姐桂冠 这也是哥伦比亚特区小姐连续第二年赢得此项殊荣 据报道在当晚的决赛中 现年25岁的麦卡洛凭借自身强劲实力 击败了新泽西小姐和明尼苏达小姐等竞争对手 成为新一届美国小姐 出生在意大利的麦卡洛成长于弗吉尼亚海滩 她曾在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主修核化学 目前任职于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 同时也是美国化学学会 黑人工程学与核能学会会员 麦卡洛曾表示希望能开发儿童与女性 对于科学 科技 工程与数学等领域的兴趣 并从事相关职业 美国小姐大赛的节目制作人称赞 她是最近记忆中最有智慧的参赛选手之一 加拿大方面 近日加拿大广播电视及通讯委员会宣布 在2018年4月6日之前 所有LTE网络的用户都需要 同广播或电视一样 能够接收到紧急通知的警报 这些警报的类型包括如火灾 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 或是帮助寻找被怪儿童的安博紧急通告 此前很多用户需要借助下载APP 或是在相关机构注册才能接受到警报 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此番强制性的警报会按受灾区域进行推送 若发生紧急情况 用户的手机将会发出特别的音调和震动 以区分普通的铃声或短信 并且在屏幕上也会出现英法双语的横幅提示 此外 该系统在用户漫游时依然有效 据悉在2016年 加拿大97.4%的人口都接入了LTE网络 但想要全员接受紧急通告 有些老旧的手机可能需要进行软件的升级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请订阅 我是孟如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